村我估计你离我也不远 就两条鱼 都缠不到嘴 哎呦 两条鱼够了 我儿子不吃鱼 我妈吃 我吃 我们俩吃 那两条鱼不小 那两条鱼 一条鱼十块钱呢 一条鱼十块钱呢 我一个人吃了一条 我妈跟我儿子 他们俩个吃了一条 够了 鱼三十五里啊 三十五里地 那你在哪啊 你在哪啊 跳往大海 五十亩地 陆地的还是大鹏的 我要是劝 我要是跟你们说啊 可以种韭菜 明年万一韭菜行情不好 那不得骂我吗 是不是啊 我真的不敢劝谁种韭菜 我不敢劝 我不敢劝人种韭菜 你瞧胡的 瞧胡的 那我知道了 我不敢劝人家种韭菜 种菜知道吧 那你七十亩地 咋管过来的 我这七十亩地 都没有人家五十亩地 挣得多 人家五十亩地 跟我这七十亩地 效益都差不多 知道吧 因为我搞的太多了 我总有一部分地荒着的 没有利用上的 知不知道 你说狗那么多 找累干嘛呀 我这一天天都累死了 你们看不到吗 观众汉子 你看不见吗 我这一天天都累 累得跟狗熊一样 看不见吗 飞得都得跟我一样的 累死了才好啊 是不是 想好了韭菜第一年可看不见回头钱 你看 我真的 他们好多人都 都不知道怎么想的 都要跟我后边学种韭菜 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他们了 我就劝他们 我说你之前种菜的吗 种地的吗 没有啊 那你好好考虑考虑吧 别看着我一天天的 感觉我这一天天 搁韭菜 搁那么多韭菜卖多少钱呢 是不是 都在算我的账 你这20不低 20不没地可包 包着拉面身 20不的也是河飞的 露天的去年亏本 你去年亏本 露天的去年亏本 去年种的啥呀 种的也是 也是韭菜吗 不是吧 露地的不是种的韭菜吧 冬瓜呀 冬瓜呀 人家一 谁谁 谁在直播间跟我说 他一个冬瓜 买120多呀 韭菜最省事儿 真心话啊 他们要种韭菜 你要说你们在朝湖这边 你们要种韭菜找我的话 你起码有一点省心了 你起码有一点省心了 省哪些呢 你的韭菜栽下去之后不愁卖 品质这块 大小这块不用愁 我们这边适合什么样的菜 我知道是吧 今年种冬瓜转了 我就是说嘛 他们说一个冬败120块钱嘛 你不会走弯路 但是能不能包赚钱 包赚钱 这就不知道了 是吧 故人做 故人 我们家也故人嘛 我们家今天阿姨们 也在地里边拔草 拔草不干了 我们家那几个阿姨干活跟你讲 如王似虎 那我去行吗 你上哪儿去啊 观众汉子你说你上哪儿去啊 九米宽搭个棚合适吗 我看看啊 七十米长 九米宽可以 九米宽的大棚可以 没问题 可以的 哇 心在飞来了 Hello 忽悠吧 不赔你的钱 怎么我不动 你们也不动了呢 没卡 月入百万 送饺子给你吃 上哪儿给你送饺子呀 感谢新东送上的玫瑰 哇的怪怪 搞到现在就新东 一个人给我送花 还以为卡了呢 我被他气得不动了 我一不动 我看你们动不动了 我又被他气得动了 不是卡了 马上都过年了 什么时候和老头吵架 就不是个好人 跟你讲 就不是个好人 你得给我送肉来呀 你不给我送肉来 没有肉馅包啥饺子呀 天天直播不耽误干活挣钱啊 不耽误 我开始我也挣 挣个毛线钱 你得给我送肉来呀 你不给我送肉来 我包啥饺子 我搁啥饺子 你得给我送肉来 那不吃了 亏本的 你不就搁点肉馅来了吗 你搁点肉馅 我贴饺子 我贴韭菜 我还贴人工帮你包 你就说啥了 你又说 哎呀亏本了 你那肉那么多 你就随便领两块肉 给我包饺子都够了 你哪就那么扣门呢 真是的 真服了你了 你扔地下给狗吃的那个肉 我估计你把它全部堆到一起 堆到一起 我包饺子都够了 你们家那个肉摊 肉摊前面是不是有狗 天天都有狗给它转呢 是不是有时候 嘎嘎嘎嘎来嘎 蹦呀 我那羽生给狗吃了 是不是 就那个 就那个攒 攒起来 都够包饺子了 肉馅都够了 个小气 你哪就那么小气呢 尝尝我身后的韭菜是不是辣的 还喂了两只鸟 就是呀 你哪就那么小气呢 天天吃肉 就说你给我点肉馅 然后我贴饺子皮 我还贴韭菜 我还贴人工给你包 我都没说亏本 你在这说亏本 我没知道你亏在哪 你哪就那么小气呢 生气了 我的包哪去了 你看你们也不给我点赞 也不给我刷礼物 我这一天天就给这赔电费 当赔电费主播 然后就想 跟人家这混点吃的 点杀了 点三个赞了 是不是 点三千赞了 还是点三个赞呢 感谢我杨姐点赞 今天干活人都去哪了 在地里边拔草 拔草 然后说没草 地里边没草 都跑了 不干了 都回家了 我再不尝呢 这韭菜苗子 我尝得干嘛 不尝 等会儿我又要下班了 我这一嘴九三分 跟人家说话 不把人家给熏着了 我还要出门找个帅哥聊一聊呢 这一张嘴 人家给吓跑了呀 是不是 这个主播真小气 我又怎么小气了 我怎么小气了 我哪小气了 观众汉子说我小气 我哪小气了 我每天就来陪陪你 你让蔬菜苗子咋了 尝尝辣不辣 我不尝 我不尝 我尝了之后 我嘴巴里面 一股韭菜味 一说话 熏着人家了 一会儿我还到市里边去呢 还到市里边去找 撩帅哥去 撩小鲜肉去 撩小鲜肉去 他说我小气 行了 我生气了 下播 我干了 不播了 罢工 同志们再见 我下播了 我罢工了 都说我小气嘛 又说我小气 我不知道我哪得罪 哪小气了 我生气了 我不播了 我下播了 行不行啊 再见 拜拜 说说一百亩地怎么规划好 新冬 你别听我的呀 听我的不行啊 别听我的呀 我要下播了 我是要下播了 我刚才他们谁说要韭菜 我让他们那个 让他们让他们那个私信我 我只好下播回去 看看他们要多少 我把那个韭菜给他搞好了 之后下午带过去给他们 给他们那个什么 给他们过去 一百亩地怎么规划好 我那个天呢 我家七十亩地 我都种得稳僧 真爽的来 你现在跟我讲 有一百亩地 让我怎么给他规划一下 你看我是有 我是那个有能耐的人嘛 我没有那个能耐 一百亩地 一百亩地正好跟家姐合作不挺好的嘛 一百亩地达到家姐的要求了 让家姐指导 传承 技术指导 车上一车韭菜苗 在高速上堵车呢 九个工人在等 光想着钱 地址在哪 我去买点根 跳往大海 我在那个成了吉这边 我没有那个能耐 我哪有那个能力 我没那个能力 我就是春牛 我就春牛皮国际 春牛皮厉害 我来说春牛皮厉害